有人在书籍上捡到一条大青虫 捡到后发现里面有一只水晶青蛙 据说只要被女孩吻一下就能变成王子 从此忠实地跟随着这个女孩 有没有 还是没有 这也太干净了 连只蚊子都没有 那都满头是汗 一条大青虫都没找到 还是去小麦果 老老实实地买四条大虫子回来吧 想不到这毛毛虫颜色还挺丰富的 有粉红色 还有蓝色 这是市定同款的绿色毛毛虫 这条黄色毛毛虫 像不像你们平时吃的黄瓜 看到我头皮有点发麻 跟我一样 害怕毛毛虫的宝宝先躲得到 虽然打有点害怕 但是为了水晶清漫了我们心了 虫子上的小猪猪数都数不清 背部还有这么多小点点 看到我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不知道你们平时就没用脚踩爆个虫子 我现在就要给它来一个爆浆了 这白色的粘液全爆出来了 让我把你的皮翻过来 没发现有水晶清漫 这一定是市定同款 可是啥都没有 为什么觉得颜色鲜艳的虫子 更让人觉得恶心啊 同意的宝宝给我点个赞呗 肚子鼓鼓的 里面有点地 不会是怀的虫宝宝了吧 不过我更希望你怀的是一只小青蛙 让我被买个瘤蚱 接生了接生了 怎么看到黑颜色的东西啊 这是啥呀 还这么弹性 那我赶紧给它洗干净 怎么找到一只黑青蛙呀 这里对蛤蟆还丑 而且还特别的粘 水晶清蛙简致是相差十万八千米啊 还给你吧 还剩下两条宝宝丛 是先抱小男呢 还是先抱黄瓜 我决定先抱这个黄瓜 而且还有一点恶手 水晶清蛙很可能藏在它的肚子里哦 虫虫虫不好意思哦 咱们你不能太残忍啊 就剪断你的小尾巴吧 咦 软软的还挺舒服的 咦 这是啥呀 妈呀 好激动啊 我草荡水晶清蛙 赶紧给你几个小草包 青蛙出狱 这颜值真的是惊验到我了 这小青蛙身上都是钱啊 绿水晶 红水晶 粉水晶 白水晶 还有南水晶 在灯光下特别的散耀 现在就是最害羞的时刻 只要吻一下这只青蛙 它就能变成帅帅的王子 猫子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的心碰碰直跳啊 我要开始哦 这就是王子 这也太小了吧